哈囉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在1.1版本中更新了很多使用的道具 而這次要來分享的是關於 原神蒙德聲望等級6等 可以解鎖的口袋錨點 這個道具能夠自訂一個地圖上的任意位置 在設定好的7天內都可以自由傳送 雖然是一次性的消耗品 但還是很不錯用的道具 而且就算是朋友來到自己的世界 也可以共用您所設置的口袋錨點喔 接下來洛洛將會說明 關於口袋錨點的使用介紹 以及推薦製放口袋錨點的高CP值地點 一起來看看吧 在聲望6集後 就可以在蒙德負責派發聲望任務的NPC兌換圖紙 接下來就可以找鐵匠長崎製作出來 需要的材料是一個地賣的枯枝 兩個發光錘、五個水晶 其中應該發光錘會有些肉肉有疑問要去哪裡抓 這個是螢火蟲抓補後會留下的材料 發薪時間小於24小時 因此並不會太難收集 下面也分享一些洛洛建議的捕捉點 孤雲格 刷顏本的時候直接傳送過來就會看到有飄幾隻螢火蟲 經過的時候都可以順便抓一下 城西九莊 有時候要來這邊抓風金碟的時候 也可以順便繞過來抓個幾隻螢火蟲 天村鼓往退絕坡 傳送過來就可以直接抓三隻 再往退絕坡走還有五隻可以抓 新特裝 傳送過來附近有兩隻可以抓 再往下走可以再抓三隻 口袋矛點一次的期限是七天 可以一次做很多個口袋矛點放在身上 可是如果已經有放了一個口袋矛點在地圖上的話 再放第二個新的口袋矛點就得就會消失 如果按下刪除的話口袋矛點不直接消失 要注意的是按刪除的時候系統並不會跟你確認 消失就要再重做一個囉 接下來則是會分享一些適合按插口袋矛點的一些熱門位置 方便節省你跑路的時間 肉肉們可以參考看看 無人找 由於這邊有15隻螃蟹 是仙跳牆的必要食材 因此將矛點設置在這邊 能夠方便你在一週內產出大量的仙跳牆 經常在輸出時感到吃力或是想要打的舒服一點 這裡就是能夠快速讓你抓螃蟹的點位 如果沒有來過的話需要從災星牙 使用減少20%飛行體力的安博搭配雙風隊 再準備一些風神砸會菜和北地煙燻機就可以飛過來 或是使用冥冰、渡海真菌、凱雅 另外再搭配七七之類的撲冰走過來 矛點的位置可以插在沙灘其中一側 你方便過來後就直接開跑抓螃蟹 聖遺物酒叫 缺少聖遺物肥料的肉肉們 最近可以將口袋矛點設置在這邊 且聖遺物抓進的時間約12小時 一天就可以在這邊收穫兩次的聖遺物肥料 拿完之後也可以出去採集一些材料跟打一些野外Boss 解完後也可以再往北邊跑再點一些聖遺物 無法任務點 遊戲中每天可以解10次的突發任務 而這個點剛好就是其中一個觸發點 城邦樹客鎮西方的矛點往南跑下來後就可以記錄 任務打敗Boss有機率可以掉落聖遺物 打完後最近也可以撿一些聖遺物和綿蟲 比如蘿蔔之類的 也可以這邊打完後再往下跑 就可以再去聖遺物酒叫撿一波 無象之炎 每次要來打無象之炎的時候 常常都要跑遍整個海灘 尤其最近中立剛出 或是有人在等後面會出的阿貝多 應該也會有很多肉肉需要蒐集無象之炎的突破材料 因此設置在Boss旁邊 體力刷完後就可以直接去其他地方礦 等體力回好後再直接傳回來打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分狼嶺 這裡可以放在分狼嶺北側上方的位置 方便找不停的大尾丘 再往右一點也會有一個猛金礦的點位 此外要打北風狼的時候 也不用再從附近傳點或是爬高山新土過來 石門 這裡也是一個大尾丘會出沒的地點 只是位置實在是太心機了 要走路之外還要爬很高的山 如果是在解大尾丘成就的肉肉 也可以在這邊設置一個矛點 附近也有一些素材可以順便採移一下 清虛埔 這裡有不少的磨礦點 附近還有個大尾丘 同時也是一個可以開發還沒拿著寶箱的地方 如果剛好會花點時間 在這邊開拓跟挖礦的話 也可以將矛點設置在這裡 孤雲格F4 如果剛好最近需要很多遺跡所謂的材料的話 也推薦可以將矛點設置在孤雲格的F4重生點 每天一樂快樂無限 雖然不知道是誰虐誰啦 那以上就是關於口袋矛點的使用方式 與推薦的設置點位 如果你覺得還有更好的點位 想要分享給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會一一回覆 目前每周日晚上也會固定直播遊玩原神 在周日的直播還有派莫暴准抽獎活動喔 也可以加入洛洛的Discord群組來原神頻道交流 那喜歡這支影片可以給洛洛點擊一個喜歡 給洛洛一個鼓勵 後續也還會再更新更多原神相關功能內容 還沒訂閱趕快按下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每周一到五晚上九點半更新影片 我是虛擬Youtuber洛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